来到卖场 你都是怎么挑选鸡蛋的呢 选表面光滑的 选比较大颗的 还是拿起来比较沉重的 或许在考虑这些问题之前 你可以先想想 生这些蛋的鸡 是过得怎么样的生活呢 大部分的蛋农 为了方便喂食与收集鸡蛋 使用格子笼的方式饲养母鸡 但在笼子里 母鸡们连展开翅膀的空间都没有 只能在狭小的铁笼中度过一生 长期缺乏运动 让它们抵抗力下降 容易生病 另外由于环境脏乱 又没有足够空间提供母鸡 以自然方式清除身上的害虫 不只会影响鸡的健康 也让鸡蛋的食用安全产生疑虑 现在有些蛋农 开始选择了不一样的做法 改为平寺或放牧来饲养鸡群 不关聋 让它们发挥天性 自由地行走 磨爪 觅食 更可以透过鲨域 来去除身上的害虫 同时也打造了鸡舍 铲蛋箱 让母鸡可以安心铲蛋 目前在台湾 只有不到10%的蛋农 采用平寺或放牧的养鸡方式 距离食物转型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我们每一次的消费 都决定了母鸡们的生活样貌 养快乐的鸡 吃健康的蛋 让我们用行动支持 飞龙四鸡蛋 有就吃好吃了 吃野菜 出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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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扣天